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彭博社在早幾天 曾經引述美國政府的消息人士指出 說特朗普打算在短期內 會發布兩至三項針對香港的措施 而在今天他們又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 說特朗普政府當中有些高級顧問 就建議美國可以利用衝擊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作為對中國政府強推港區國安法的反制措施 報導當中是這麼說的 說他們打算利用衝擊聯繫匯率制度的方式 來限制香港的銀行買入美元的能力 衝擊聯繫制度 實情是由蓬佩奧的顧問在討論的時候提起 還未上升到白宮的高層 意味著這個建議暫時未獲得重視 另外又有消息人士指出 說這個建議是遭到美國政府內部一些人士的強烈反對 他們擔心最終受害的不會是中國 而是美國和香港 也有人指出 說衝擊聯繫匯率制度並非屬於主要討論的選項 這篇報導同時也提到 說特朗普政府首要針對目標 就是以香港作為總部的銀行 尤其是曾經被蓬佩奧點名的匯豐銀行 蓬佩奧在上個月曾發表一篇聲明 他批評英資的匯豐銀行支持港區國安法 是在代表向中國政府叩頭 而且淪為了中方威脅倫敦籌碼 蓬佩奧亦表明 美國已經準備好協助英國對抗中國欺凌 其實蓬佩這篇報導都說得非常清楚 在白宮的高級顧問團裡頭 的確是曾經有人提出過 要衝擊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只不過 當這個人提出相關的選項以後 即使在內部討論中 亦遇到非常強烈的反彈 故此 在短期內 會實施這個選項的可能性 一定是非常之低 更何況 目前距離總統大選的日子 只剩下四個多月 我絕對相信特朗普 不會作出一些很輕舉妄動的決定 尤其是說要衝擊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實際上 對於香港的金融系統來說 當然會構成很大的打擊 但是 不僅是對香港有打擊 比如說 那些在香港的美資企業 同樣都會受到影響 故此 究竟哪一方相敵 其實都是很難說的 但是 當選舉塵埃落定以後 特朗普會執行什麼的決定 更加難說 在雲雲眾多的財經界人士當中 我覺得 財經專欄作家羅家聰的意見 是值得來分享給大家聽 因為他現在 其實是無職一身輕 相比其他在金融機構擔任職位的人 他的說法相對比較客觀和公正 而且沒有包袱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美國不出手 不應該只是作表面解讀 由大致戰爭 小致爭執 很多時候 大打出手都未必化選 反而讓對手知道 你有某一種武器或戰略 會達至到某一種後果 並且揚言 在某種情況之下 便一定會使出的話 這種博弈上的威嚇代價 就低很多 現在美國是否除了貿易戰之外 再加關稅 就無計可施 顯然不是 純打貿易戰 固然沒有殺傷力 事實上 根據近年的數據 貿易戰打得多大 都遠不及一種病毒 不過金融制裁有大不同 美元支付佔了全球四成一 交投佔了四成四 儲備佔了六成二 一旦有些機構 甚至是銀行被制裁 實際上 他們已經不需要開工 之所以這麼厲害 是因為只要和被制裁的機構 有來往的人 同樣都會被受制裁 這個影響之大 其實中共和港官 都是心知肚明的 舉個例子 若然美國選了幾間本港的大銀行 來制裁 市場也會心知肚明 他們將會拿不到美金 細銀行就有額度的限制 結果一怕之下 不少人自然就會拋售港幣 來搶美金 任你怎樣 怎麼說儲備有多足夠 只要美國一玩 就算香港是捍衛到7.8的匯率 也必定會元氣大商 另外這跟貿易戰不同 是沒有仇報的 難道是反過來封殺外資 拿港幣和人民幣嗎 不要笑大人口才行 這就是羅家聰的評論 我覺得很客觀 而且也是非常之到位地 是說得出一旦美國啟動金融戰這個選項 對於香港的金融制度 會造成一個什麼的衝擊 比起特區政府那些官員 經常走出來說 香港已經準備好了 尤其是這個陳茂波 經常都說有應對辦法 到底有什麼應對辦法 有還是沒有 當然我現在就不會質疑你 反正你說有就有 但是從來都沒有向市民交代過 可能這些是屬於機密的東西 不方便拿出來說 他有就有 信政府沒事 但是起碼羅家聰 將其中一個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很概括地說出來 就好過一美盲目樂觀 對吧 沒有意義 另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也曾經說過 說要考慮禁止美國的用戶 使用中國的社交平台抖音 實際這當然跟上一局的造勢大會有關 因為這一類的抖音用戶 就去猛按飛仔 按完之後就集體掉底放飛機 搞到特朗普在復出首場的造勢大會 就拍烏鷹 就像水淨鵝飛一樣 就不太好看了 而且這些社交平台 其實對於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角度來說 那些青年人或者是成年人 像前赴後繼一樣去投入一個社交平台 不斷去量度 去吸引觀眾來看 好聽一點就叫做發揮創意 難聽一點就叫做嘩眾取寵 因為大家如果在Facebook或其他平台上 有些人都會轉載抖音的片段 實際有很多都是蟹人聽聞的 比如說有些短片就專門用舌頭去舔馬桶 諸如此類 這些既是不符合公共衛生 亦都是違反常識理智 但是偏偏抖音上 就完全不會禁止這些 當然如果是一個封閉的角度 將所有人的創意或者精神 全部寄託在一個這樣的手機平台上 就是好事來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聚精會神 去發展他在這個平台上的事業 那就沒空再理會其他社會事情 但是在一個自由世界當中 如果那些人都是這樣做的話 其實就是在開著文明盜車 因為在一個自由世界當中 照計已經是無界限 還去聚精會神玩這些社交平台 還要無聊到禁止飛仔 然後就不出席 那你說這些人在做什麼呢? 當然 蓬佩奧現在說是在考慮 未曾有一個定案 接下來就看看中國外交部的消息 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 今天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 和美國亞洲協會共同舉辦的 中美關係視像對話上說到 說美方一直強調市場精神 公平競爭 但是行動上就變成了沒有大廊開店 不容大過兒 即是不容許其他人比自己更加優秀 更加有競爭力 駱玉成還說 中國對於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在自身快速發展的同時 對世界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連續多年以來 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百分之三十 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更加超過七成 對中國這個名符其實的優等生 美國不單止不認可 還不遺餘力地打壓 甚至在人民交流領域 都越來越歇斯底利 比如說監控學者 驅趕記者 抓捕留學生 關閉孔子學院 令人懷疑 麥卡錫主義是否又回來了 實情他所舉的幾個例子都很有趣 首先他說監控學者 為何有些學者會遭受監控 甚至乎被當局被捕 那些人正正是涉嫌參加了所謂的千人計劃 而且是做出一些不法的勾當 被當局查處得到 所以監控學者 到底其他普通的 比如說研究漢學 或者研究文史節 都不見有學者被監控 多數都是涉及到所謂的科學領域 才有這個情況 你說驅趕記者 中美之間的媒體戰 互相都有驅逐 抓捕留學生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至於說關閉孔子學院 實情是全球的趨勢 不僅是美國 其他地方 英國 瑞典 都曾經關閉過 不單獨視美國 而且根據HK01的報道 就說孔子學院的總部 更加懷疑是改了名字 他們就登了一份教育部的通告出來 說關於孔子學院總部 更名為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中心的通知 即是說總部也改名了 其他各地的孔子學院關閉 又有什麼出奇呢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